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推进,中国污水处理率已超过90%,作为污水处理重要副产物的污泥,也伴随污水处理规模的扩大而大量产生。 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质,含水率较高,体积大,易腐烂,气味恶臭,且含有病菌等有毒有害物质。 那么按照中国工业飞速发展的速度,每天产生的污水污泥量不在少数,很多人都会好奇它们去了哪里,又是如何被处理的。 本期影片就跟随着小编的视野,我们一起来了解,可以把工业垃圾变费为宝的中国黑科技,新型的污泥处理装置,前置碳化一体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对于工业污水来说,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不过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使水体,土壤等造成二次污染,让城市陷入污泥之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生产生活污水与日俱增,目前,业内主要以填埋方式处理污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城市污泥填埋处置管控日趋严格,大量污泥如果得不到无害化处理,将面临无处可去的境地。 因此,中国华能研发出钳制碳化一体机,成为污泥进入电厂后的第一站。 在它的加持下,污泥经过浓缩、调制、脱水、压制等工艺流程,再通过专用密闭运输车, 沿指定路线送往电厂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老陈是连板污水处理厂的一名司机,每天上午9点,他就开着密闭运输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连板污水处理厂是苍山最大的污水收容站,每天有20万吨污水要到这报到。 经过污水处理后,形成的污泥将被压缩成一块块含水率60%以内,指标合格的泥饼。 老陈的工作就是运送这些泥饼。 几十分钟后,老陈的车载着这些泥饼来到目的地,华能福州电厂。 在这里,泥饼和煤掺和在一起,再经过锅炉的高温锻造,不仅实现无害化处理还可以发电,解决了城市污泥无处可去的老大难问题。 为何污泥处理可以达到无染还能发电的效果? 这就不得不提到核心设备一体化处理机。 通过抽取锅炉高温、烟气,进入一体化处理机内部,对城市废弃物进行干燥、碳化和粉碎处理。 以气粉两相流状态,直接输送进入炉堂进行无害化高温焚烧。 经电厂已有环保装置后,达标排放。 在人们的基本认知中,带有水分的污泥是无法燃烧的。 那么这样的处理过程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首先,污泥本身就有一定的热脂,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叫燃料。 不过,污泥的热脂偏低,只有经过层层技术处理,才能真正烧起来。 华能福州电厂原型煤灌内,几辆运输车排着队卸污泥。 工人们忙着操纵铲车,正将污泥与煤掺和起来。 掺和搅拌指的是将污泥和煤按1比3的比例掺和, 让污泥在煤中洗个澡,就能沾上厚厚一层煤, 成为煤泥混合物,然后就是粉碎燃烧。 磨煤机将煤泥混合物粉碎,直接通过传送管道喷到锅炉中进行燃烧发电。 其中,污染物处置最重要的任务是减少二恶因和有害气体的产生, 以及重金属有害固体物的吸出。 研究显示,温度在1300度以上时,重金属及其他有害物形成玻璃体,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前置碳化一体机锅炉的炉塘,特别是大型燃煤锅炉, 工作的温度正好是1300到1500摄氏度,处于无害化处置条件的区间, 刚好实现了无害化高温焚烧。 有了它之后,就可以通过抽取锅炉高温烟气进入一体化处理机内部, 对城市废弃物进行干燥、碳化和粉碎处理。 在解决了带水的污泥如何燃烧这个问题后, 又一个疑问随之而来, 蝉煤燃烧后产生的废弃如果不解决, 不依然是换汤不换药为环境带来污染吗? 其实不然,经过论断, 蝉煤泥燃烧发电是销纳污泥使其成为环保材料的黑科技, 然而其局限性也引起了电厂负责人的重视。 泥煤混合物在输送过程中, 极易造成磨煤机、落煤斗堵塞,影响机组安全, 因而无法大规模掺烧。 此外,污泥的装卸、搅拌等过程多为露天作业, 气味难闻带来了环境的二次污染。 因此,该电厂推出升级版污泥处理技术, 污泥前置干燥碳化处理技术, 项目包含污泥干化系统和厂内配套系统, 可将城市生活污泥在热干化、 粉碎后直接送入锅炉燃烧发电, 并对过程中产生的臭气、 废水等污染物进行全封闭无害化处理。 新工艺采用了全封闭一体化负压等先进工艺, 将大大提升污泥处置效率, 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规模化、资源化处理, 同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项目投厂后, 最大日处理污泥量将增至300吨, 按一体机年运行6400小时计算, 每年污泥处理量约为8万吨, 干化每吨湿污泥能够节约燃煤65.60千克, 按一年处置8万吨污泥计算, 可减少5248吨燃煤, 增发电量1900万千瓦时。 不仅如此, 锅炉还有其他强大的环保设施对烟气进行处理, 例如在华能、杨柳青热电厂、 粉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三项环保指标均优于 国家火电行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近年来, 中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电气化水平明显提升, 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电力技术创新成果丰硕。 过去10年, 中国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高到44%,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从19%提高到27%, 单位GDP能耗下降30%, 碳排放强度下降40%, 86%的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能源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接下来, 小编就继续为大家分享中国在泥屋发电领域的相关技术成果。 夏季用电高峰, 社会用电紧张, 各地都在千方百季增加电源保障电力供应, 极具绍兴支柱产业, 应燃产业的科桥区滨海工业园区另辟西径, 加大污泥发电开发力度, 收获颇丰, 项目推行两年来, 至726日已累计发电2.6亿千瓦时。 污泥曾是困扰当地发展的环保难题之一, 不但城市污水处理厂有大量水处理后的污泥产生, 更大量的应燃污泥一度无处堆放, 偷盗,漏盗污泥问题屡见爆端, 导致环境污染, 给当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带来巨大压力。 对此, 浙江能源主力军, 浙能集团旗下的浙能星园节能科技公司与科桥水务集团, 绍兴公司事业集团合作, 建设浙能绍兴滨海污泥清洁化处置示范项目, 以破解污泥处置消纳难题, 推动污泥资源化开发。 项目总投资7.92亿元, 建设一台日污泥处置量为国内同类型最大的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过炉, 并匹配一台抽宁式气轮发电机组及相应环保设施, 为资源化污泥,把湿答答的污泥变成燃料, 还配套800吨每天的污泥蒸汽干化系统和1700吨每天的污泥压榨系统处理污泥。 为减少大众对污泥燃烧产生污染的担心, 浙能绍兴滨海污泥清洁化处置示范项目, 在按规定设置环保装备的同时, 采用浙能集团开发的火电超低排放技术, 把原先适应大型燃煤火电厂的烧煤和烧天然气, 一样清洁的超低排放装置小型化, 在国内率先应用在同类污泥环保处理装置上取得良好效果。 目前,作为国内首个投入运行的高比例污泥焚烧超低排放发电项目, 浙江绍兴滨海污泥清洁化处置示范项目, 烟气污染物排放远低于同类型锅炉国家标准, 其中颗粒物和氮氧化物限制仅为国标的六分之一, 氧氧化硫线仅为国标的三分之一, 保证资源化的污泥发出清洁电。 浙江绍兴滨海污泥清洁化处置示范项目, 投入运行两年来, 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约30.6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约700吨, 减排氮氧化物约1000吨, 减排氮氧化物约860吨, 累计处置污泥80余万吨, 发电约2.6亿千瓦时, 供蒸汽52.6万吨, 有效解决了区域内污泥产生量和处置量不平衡的矛盾, 实现绍兴市科桥区, 存量污泥消酷清零和增量污泥日产日清的目标。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